卢渊听了卢槐的话,不由痴笑一声 就在一个时辰之前,他还怕夏侯瑜出来搅局 答应了让夏侯有道在万城寺停临 转眼间,卢槐就建议和夏侯瑜联手 卢渊知道这是最好的办法 可他迈不过心里那道砍 这件事以后再说吧 先得去跟西海王说一声 万一能成,得赶紧让人进京 就算是不成,先立登基,他来朝拜也是理所当然的 卢槐应试,我这就去安排 卢渊一个人在院子里来来回回走了几趟 转身指了旁边一个当职的小内侍 汉廷内侍来见我 那内侍一溜烟地跑了,不一会儿就折了回来 田内侍不在宫里 说是奉了长公主之命,去了长公主府 卢渊有些意外 他以为出了夏侯有道这件事 夏侯瑜会杀了田权 没想到他依然用它 可见田权在夏侯瑜心中的位置 这是件好事 卢渊在心里琢磨着 看见谢丹阳从大殿里走了出来 他朝谢丹阳汗守 谢家和卢家一样,都是跟着明帝南渡的北方阀门 少年时,他和谢丹阳一时余亮 可惜谢丹阳自视过高,行为不减 让他走到了前面 谢丹阳笑着朝他依了依 大将军何必舍尽求远 不如立冯妃所生的皇妻子 你看如何 卢渊皮笑肉不笑地道 我还是觉得不应该立武宗子嗣 天子你也看到了 已经十四岁了 说没就没了 西海王世子养在外面 应该比东海王和狼牙王好一些 频繁更换君主 可不是件什么好事 就在几天前 北梁认了顾下为大司马 顾下是原吴忠四姓顾家的子嗣 顾家出世的时候 他父亲正在北梁游历 顾下是北梁文帝的谋臣 北梁能统一北方 他出谋良多 如今北梁文帝认他为大司马 顾下又是出了名的主战派 可见北梁有意对南边用兵 谢丹阳想了想 只得无奈地道 那就一大将军所言 卢渊松了口气 如果谢丹阳反对 未必能坏他的事 但总归还是有点麻烦的 这件事暂时不要声张 先把西海王世子请进京了再说 这件事还要请丹阳兄帮着安排 这就是把雍丽的功劳 分了一半给谢家 谢丹阳既意外又欢喜 那我就去准备准备 如渊点头和谢丹阳分了手 回到了大殿 武陵王等人还在那里争论不休 宏复已不在了大殿 卢渊轻声问身边的小内侍 宏先生呢 宏复几乎已是跳出三界之外的人了 立地的是他理应不感兴趣才是 谁知道他却留了下来 虽然宏复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话 却始终让人觉得很违和 小内侍攻身道 宏先生去了请殿 说要给天子念几页南华经 你去看看 别让老先生累着了 你机灵点 茶水点心不可怠慢 小内侍应诺退下 夏侯余和宏复 踏头踏尾的跪坐在夏侯友道旁 宏复手捧着本南华经 却闭着眼睛 阴阳顿挫地读着 那幽长而又婉转的调子 让夏侯余的心绪 慢慢地平静下来 那小内侍不敢打扰 匍匐在门口等着 凉酒 宏复才停了下来 阿良立刻给宏复浸上茶水 宏复浅浅地喝了一口 温生对夏侯余道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夏侯余有些茫然 前世他是想回到萧家 做个合适的萧家妇的 但没等他回到萧家 两人就反了目 他逼于行事 只好暂时咽下了这口气 和萧桓做了场 抗力情深的戏 直到一年后 才从萧家搬出来 这一时 他知道萧桓会背叛他 他又怎么会和他做戏 我准备去万城寺 给天子守断时间的灵 之后 会暂时搬到我陪嫁的庄园 去住些日子 在这期间 他要把阿赫捡回来 不然 谁做他的不娶首领 谁来保护他 想到那个一心一意 依赖着自己的孩子 他的心情都好了很多 夏侯余是出了阁的姐妹 暗里要服大功 洪妇还以为夏侯余 是去他陪嫁的庄子守孝 觉得这样也好 天子头七之后 我就要离开建康城了 我和你外祖父 也算是忘年之交了 你有什么事 大可来找我 说完 拿出一块质地 看上去很一般的玉佩 或者派人拿着这个玉佩 给我带个信 刚才他看得清楚 卢渊野心勃勃 夏侯余未必能安稳 前世他没有宣谢丹阳进宫 也没有遇到洪妇 更没有得到洪妇的信物 不知道还有个人 会这样不求回报地帮助他 他深深地伏地 给洪妇行了个大礼 洪妇轻轻叹气 离开寝宫 夏侯余捡起洪妇 留在室内的南华经 翻到洪妇宋读道的那一夜 继续宋读 卢渊和谢丹阳静默地坐在那里 继续听着武灵王等人吵着 卢渊觉得有点奇怪 自武善之后 他就没有看见田全了 禁宁要拿什么东西 田全去了这么长的时间 晚上 几个重要的臣子 都留在宫里用善 一边开始商量报丧的事 一面给天子守灵 夏侯余回到凤阳殿 吩咐杜慧和阿良 开始收拾凤阳殿的东西 并像前世一样 让他们问凤阳殿的宫女内侍 有没有谁愿意和她出宫的 凤阳殿多年的沉寂被打破了 大家虽然还是在有条不紊地 干着手中的事 眼神不经意间碰撞在一起 好像都在问你是怎么决定的 夏侯余面无表情地回了请殿 田全从宫外回来 满头是汗地给夏侯余行了礼 长公主 您吩咐的事都办妥了 那你就去听证殿那边服侍吧 你今天一个下午都不在 大将军肯定会觉得奇怪的 长公主放心 我不会露了马脚的 这点夏侯余还是放心的 不然她母后去世的时候 也不会把田全留下来 照顾她阿弟的起居了 第二天早上 夏侯余醒来 又是个艳阳高照的好天气 杜惠一面指使宫女们 服侍夏侯余梳洗 一面向夏侯余道 昨天晚上几位大人 都一直在大殿 只有卢淮 半晚的时候出去了一会儿 见了卢家进宫送东西的人 我们按照您的吩咐 派人跟着卢家的人一起出了宫 那人出了宫之后 直接回了卢家 再也没有看见他出来 看样子 卢渊已经把消息递了出去 夏侯余有些后悔 当时心灰意冷 忘记派人盯着卢家了 田全进来秉荡 长公主 听政殿那边 照了礼部的进宫 据说是要商量报丧的事 天子驾崩 要照告天下 文书是由礼部撰写的 他们这么快就已经决定 由谁做新军了吗 他阿弟死的时候 没有立下继位的遗嘱 这让那些朝中的权臣 都看到了机会 前世的这个时候 以卢渊为首 和谢丹阳为首的一帮权臣 在他阿弟的灵前 唇枪舌战地争论了两三天 最终却为萧桓迎来了时间 被封臣仆仆 从徐州赶回来的萧桓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夏侯有福推了出来 让主张立夏侯有意的谢丹阳 幸灾乐祸 立刻倒向了萧桓 最终 夏侯有福才得以顺利的继位 被萧桓得了这拥立之功 让卢渊有苦说不出来 只能咽下这口气 今生 却这么快就有了结果 难道 他改变了阿弟的死亡 前世发生的那些事 也跟着有了改变 他为什么又会重回到现在呢 田泉忍不住提醒他 长公主 他们要立西海王 您 您可得为天子主持公道呀 西海王 卢渊和当年的萧桓 想到一块儿去 都是想立个儿皇帝 自己好专权 可立夏侯有福是名正言顺的 立西海王 却很是牵强 西海王若是想坐稳皇位 就得完全依仗卢渊 比夏侯有福对他 会更顺从 谢丹阳也同意 田泉有些愤愤不平地道 谢大人也同意 这又是件令夏侯渝觉得惊讶的事 看来今生 很多事都改变了 礼部撰写丧文 估计得一个上午 那些臣子得到消息 要到下午了 有些事急也急不来 你们且先服侍我 收拾停档了 等会儿还有的搓磨的 公布新军人选 通常都要等臣子都到齐了 哭了第一轮丧才会公布 不过今生连谢丹阳都被卢渊说服了 谁知道那些所谓的规矩 惯例 会不会有所改变 杜慧和田泉齐齐应试 一个帮着夏侯渝穿衣梳洗 一个吩咐上茶点早膳 凤阳殿里很快就忙碌起来 等到夏侯渝穿好笑衣 用了素食早扇 太阳已升了起来 照在翠绿的叶子上 那些露水很快就消融不见 夏侯渝去了听政殿 远远的 他看见卢渊正亲自指挥着宫里 懂规矩的内侍们 给夏侯有道大脸 虽然经历了两次 可夏侯渝心里还是顿顿的痛 谢大人一个人站在电眼下呢 夏侯渝望了过去 谢丹阳没有凑到 夏侯有道的观果前 而是独自立在 东边拐巷的电眼下 望着夏侯有道的观果 满脸的迷茫 这让夏侯渝心中一动 突然生出几分感激之情来 不管谢丹阳 为什么会露出这样的表情 至少他还是觉得 阿帝去了 并不是件好事 这对他就足够了 他让杜惠等人留在原地 一个人慢慢地走了过去 大家都忙着 给夏侯有道大脸 没几个人看见夏侯渝 有几个看到的 也不敢在这个节骨眼上 跳出来声势 谢大人 夏侯渝在离谢丹阳 五六步的距离停了下来 谢丹阳回过神 恭敬地给夏侯渝行礼 夏侯渝还了礼 我有事想和谢大人商量 不知道谢大人 愿不愿和我去后面的花园走走 不知长公主有什么吩咐 礼部的丧文很快就会出来了 我等会儿还要看看 他委婉地拒绝了夏侯渝 夏侯渝强忍着 才没有露出异样 前世 萧桓要北伐 不愿花精力在政务上 就让夏侯有福 拙了他为大司马 推了谢丹阳出来 和卢渊打擂台 谢丹阳对此十分高兴 乐此不彼地找卢渊的麻烦 可以说 卢渝最后之所以被气死 谢丹阳公居榜首 今生他却和卢渝结了谋 如果萧桓知道这些 夏侯渝真想看看 他脸上的表情 可惜此时 他却不得不争取谢丹阳的支持 谢先生在担心什么呢 谢先生觉得 利西海王比利东海王好 应该是被大将军 小以大义说服了吧 让我想想 大将军会怎么说服谢大人呢 北梁认了顾夏为大司马 北梁应该是想对南边用兵 可据我所知 北梁的文帝年事已高 顾夏的女儿却是文帝季后 三年前刚刚生下了一位皇子 长公主怎么知道这些 谢大人乃是丹阳瘾 管着建康城三十万人口 难道连这些都不知道吗 与其立个名不正 言不顺 靠着卢大将军继位的天子 不如立同样年幼的狼牙王 与其立什么事也不懂的狼牙王 不如立马上就要到五韶之年的东海王 这才是国之根本 谢大人以为呢 谢丹阳不得不收起悉闹之心 以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 重新审视夏侯瑜 夏侯瑜给他时间思考 身姿笔直地静静望着院子角落的一层毛竹 那是竹中最普通的品种 却是他母亲文宣皇后 在他阿弟周岁时 带着他和阿弟一起种下的 如今竹林清脆 种竹的人却都一个个离开了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đ你